哈囉 歡迎收看明朝時尚 今天愛玲帶大家來這個地方 你看得出來 它是什麼樣的餐廳嗎 紅紅的門 有一點英式的風格 它是一個餐酒館 沒有錯 但是 這面牆好特別 有這藤蔓攀岩在上面 而且據說 每個季節都會不一樣 但是最特別的是 帶你進去絕對會驚豔 英式的餐酒館 但是充滿著女人味 你可以想想 這樣子的一個反差 會帶來什麼樣奇幻的感覺嗎 我們就一起去體驗一下 今天明朝時尚 來到一家最近 很受網美們熱愛的餐酒館 首先吸引人的是那扇鴻門 隱身在綠葉與黑玫瑰的花牆 讓人很想推門進去 一探究竟 果然不辜負好奇心 店內瀰漫著時尚低調的氛圍 充滿創意設計的餐點和飲品 都是熱門的人氣商品 究竟有哪些令人 少女心大爆發的餐點呢 就和艾玲一起去探訪吧 今天來到了 當然這個非常有特色的 英式的餐酒館 我們的外觀跟內部 其實感覺上是有一點點反差 而且有一點點 不一樣的設計感覺 但是每一個點 都好像是大家非常喜歡打卡的 這所有設計感的場景 今天坐好旁邊的 當然就是他們的店長 張浩你好 你好 艾玲姐好 是 連名字都經過設計過 張浩是怎麼得了 所以今天其實一定要 好好的聽一聽 這個HIRST的故事 這個名字當初是怎麼來的 其實這個團隊是有 五位女性經營者 讓他們去組成的 那就用最簡單 最明瞭的方式 以她的 然後這樣作為出發點 其實他們就希望 新時代的女性 能夠好好的善待自己 每天給自己點一份 好吃的餐點 無論在休假或是下班 與姐妹的相聚之餘 都可以好好吃燉飯 那這樣子享受 生活美好的樣子 真的是女人 真的非常了解女人 因為其實女孩子 是一個非常視覺的這種動物 她們對於這種感官來講 第一個是先視覺吸引她們 她們才會去進一步的去感受 她的這所謂的味覺 所以今天我們從外面走進來的時候 視覺刺激已經很多了 那當然其實HIRST的女性 我覺得她們自己的背景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她們其實一直以來 嘗試很多類型的設計創作 那也有租過餐廳 也有租過服飾 或是在於其他的販售這樣子 那近幾年 她們就回到台灣了 因為她們之前長年 也尤其在紐西蘭 對 那紐西蘭的時候 她們就覺得 做菜非常的好玩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她們就想說 也許可以開一間餐酒館 可是在去年 就是如他們父親般的伯父去世了 然後他們就家人滿難過的 可是也不只能一直在背筒裡面 所以他們覺得 那找個共同的目標 那突然想到 伯父在紐西蘭的時候 很喜歡吃他們的料理 他們自己手做的東西 那伯父也很希望能開一間餐館 這樣他們就把伯父完成這個願望 但是我覺得滿特別的 從外觀來看 你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走什麼樣風格的一個餐廳 可是走進來之後 你就發現這果然是一個餐酒館的 這個調調 有點時尚低調 那其實最開始是以 英式餐酒館的整個設計概念 去做為一個基地 那她們就會覺得 可是我們可以加入一些 自己的元素 然後再加上無味之影者 都有設計相關的背景 所以她們就想說 那不得把花朵 紫仔 水泥 磁磚 那來這樣做為一個結合 還有年輕人現在所喜歡的 這些打卡元素 去做我人和這樣 那就創造了一個 HERS的獨特工件 真的很特別 然後在外面呢 外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所謂用葉子植物 去做的一個花牆 這也是當初一開始 就有的設計感覺嗎 對 然後 而且外面的花牆會隨著季節 去做變化 對 還有主題 像現在的話 就是有一些黑玫瑰的部分 有時候會有紅玫瑰 白玫瑰 這樣 所以大家的心情 每一次來都會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 它的創意 以及它的設計 不止於在他們的空間裡頭 那當然他們的創意 其實已經發揮到他們的菜色 我覺得很特別 飲料的名字 然後你們的餐點的名字 這些都是每一位這個原創的 創辦人們的想法嗎 是 他們覺得一般的餐酒館東西 都太過自私化了 那他們把他們長期在紐西蘭 收過的這種英式風格 融合台式料理 做出了不同的變化 對 愛玲姐等下你就可以試吃看 所以我覺得他們融入了一些 所謂他們以前在國外讀書的時候 有一種 英式的幽默感 在他們的餐點當中 今天我們在這些餐點當中 選了一些滿經典的 而且我覺得也在視覺上 很有創意的一些餐點 來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要推薦的菜色 這個看起來就是比較正常版 對 這是什麼 這個是冬季縣頂合出的紅蝦寶 紅蝦寶 紅蝦寶 這也是蝦寶 一般來講在台灣也是比較少吃到的 那最近幾年很流行龍蝦寶這個東西 對 對 對 所以在外的龍蝦寶 它的料理可能不是這麼的多 對 那蝦肉的部分 可能CP值也沒有這麼高 那他們就覺得 那我們來個大份量的 就讓客人可以吃到很過癮 裡面的話有 其實最特別的 跟愛玲姐姐的 它是有Ioli這個醬料 這個醬料在台灣是沒有翻售的 那這要到哪裡去買 這個是在紐西蘭 他們才有的醬料 可是是姊妹們自己特調出來的 我們把這個的醬料 等一下 美乃滋加上了 那鹹的口感是什麼 有點蒜蓉的 有點蒜蓉的感覺 所以它裡頭有很多的香料 融合在裡頭 非常獨特 所以其實它滿提味的 其實它有點像我們在 國外吃的Fish and Chip 去沾的一些沾醬 對 沾醬 對不對 所以炸物配它是非常合的 尤其是海鮮 很好吃 而且這麵包我覺得 看起來好像是那種法式麵包 可是它又很鬆軟 對 你看 很Q 對 是不是 所以看起來很大份 其實壓下去 還是滿適合女孩子 很優雅的去享用它 是 OK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看中間的這炒飯 中間的炒飯就是人氣商品了 對 這個是雲朵炒飯 各烏雲炒飯 我覺得這真的是讓我不知如何下手 而且會很好奇 當初為什麼會想到 有這樣子的炒飯 炒飯我想每一家人自己都會炒 然後很多的餐廳以後也都會有炒飯 這個炒飯我覺得視覺上就贏了 是 他們開始很喜歡吃台式料理 炒飯炒麵這樣 那他們姐妹們都很喜歡做甜點 我覺得那是不是台式料理 其實可以融合一些不一樣的東西進去 所以他們把蛋白變成了雲朵的樣子 對 現在溫暖一點的實際的時候 會有的這所謂的晴天的炒飯 那我們可以看到上面當然是白色的雲朵 真的好可愛喔 然後底下炒飯就是白飯炒灰魚 對 所以我想這也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我現在很好奇 我們到底是要把這個雲朵拌在一起吃嗎 拌在一起吃 真的嗎 這麼可愛的東西一定要這樣破壞它嗎 好 OK 好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它這樣切開來 是 直接的把它拌開 其實我覺得也有道理 因為譬如說蛋炒飯 負名字也是炒蛋對不對 所以我們即使是有這個雲朵 有蛋出來的 只是應該非常可口 好吃耶 雲朵的部分有加一點香蒜粉 那它其實可以把蛋白的一些腥味去除之後 再加上炒飯它是非常提味 對 提味而且我覺得有那個蒜香的味道 是 好好吃喔 而且我好喜歡那個口感 因為炒飯它是粒粒皆分明的炒飯 然後加上這一個很棉花糖的 芭蕉朵口感的這個雲朵 其實我覺得那整體的口感很有趣 很創新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这个鱼会变黑色的 它是用 它是里面有融合墨鱼粉 墨鱼粉嘛 对不对 还有一些肉末跟黑米的搭配 吃起来就会有辣辣的口感 好 我们来试试看 黑米 我刚刚远远看以为是紫米 我说很有创意哦 我喜欢这东西版本的 好吃耶 因为我个人喜欢偏辣的这个口感 它只是一点点的把这个辣的味道带进去 融合出来一种 让你有一种不一样的心情 而且我觉得黑米更Q耶 很香耶 真的很赞耶 下一道巴阿里姐准备的是奶油大虾炒面 这个是非常店里的人气商品 所以你的虾跟你的面是分开来的 是 那面的部分是用彩虹面 彩虹面它是有红菠菜 那还有南瓜 南瓜的 墨鱼 墨鱼 对 等的那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 彩虹面去做成 那虾的部分是来自于阿根廷的红虾 好吃耶 所以这个酱子的部分也是你们自己调配的吗 是 它里面有含虾酱的部分 那虾汤也是我们自己熬煮的 可以吃到那个新鲜的海鲜的鲜味在里面 是 所以它有一点像我们的这种 pasta当中的这种海鲜pasta的口感 是 然后有点奶油在里面 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我觉得相当有创意 因为其实我觉得 一般来到这所谓的小酒馆 都是一些下酒的小菜 是 可是来到这边的话 其实不但是让大家 味蕾上有着新的这所谓的 一个探险跟冒险的口感之外 我觉得让大家也有饱腐感 对 所以来到这边的话 除了就是在美食的部分 也会有一些饮品吗 有饮品 然后甜品 所以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上 我们的饮品跟甜品 绝对让你惊艳了 接下来登场的草地 和土地的提拉米苏 是网路上爆红的人气商品 设计别致的摆盘 与上面充满童趣的摆饰 深受许多完美的青睐 饮品的设计 也是充满疗愈与创意 让人不停地拍照 与舍不得吃它 静静地欣赏其中的玩味 让人觉得好心情 到了甜蜜蜜的甜点时光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眼前 就有一堆相当梦幻的饮料 还有甜品 那在这边我真的是不知道 该从哪一个下手 那我们先从最简单 大家最平易近人的 这个应该就是咖啡吧 它是天空拿铁 因为它基底的部分 是用蓝皂粉 有蓝色 那蓝皂粉喝起来花灯 它爱玲姐可能会有一点椰子香 有耶 对 它跟一般的拿铁不太相同 所以有点像现在的所谓的 防弹咖啡 有椰子的味道在里面 不过真的 我觉得有椰香的味道 像我个人很喜欢椰奶 所以这个喝起来就非常的香甜 我们来看这一杯 这一直让我觉得 很难想象到怎么去饮用它 底头可是有云朵 你有沒有看见 太梦幻了吧 所以这是什么饮料 这个的话是天空冰沙 它其实跟刚刚的云朵炒汗 是一系列组成的 那请问一下这些云朵要怎么放进去 它就是要从背后的部分 然后这样一朵一朵 是从这里啊 对 这很费工耶 非常好吃 它有一点像 就是糖果 对 科尔比斯的这种味道 加上冰沙在里面 很好喝耶 而且非常的清爽 所以想像刚才你吃了 我们云朵的炒饭之后 再配上这边饮料 多么的梦幻了 不过另外一杯就更梦幻了 各位要特别注意哦 喜欢Little Mermaid 美人鱼的朋友们 大家注意哦 有没有看到 美人鱼的尾巴 那这一杯叫什么 这杯是美人鱼冰沙 美人鱼冰沙 然后旁边还有QQ的 彩色珍珠 彩色珍珠 真的很可爱耶 它一样跟天空冰沙 是用科尔比斯去混水蜜桃冰沙 做一个梦幻的组合这样 水蜜桃冰沙耶 真的 水蜜桃味道超浓的 所以我想这五位女生 平常她们是很梦幻的吗 她们是非常的梦幻 非常的梦幻吗 她们一直有天马行空的想法 你看 拿到这样子一杯饮料 真的爱不释手 我相信就是来到这边 如果你有一颗少女的心的话 一定可以让你真的是沉浸在这个氛围当中 再来就甜点了 是 这甜点也很有意思 很童趣哦 当然两个蛋糕 光是它的形状就跟以往我们看到的不大一样 像这个 顾名寺应该是抹茶口味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店内人气商品 它叫草地 是抹茶口味吗 是抹茶口味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小楼梯 这是狗狗的猫名 狗狗 小狗狗 然后它有这个脚印这样沿路走过来 那在这里告诉大家 其实这两次吃完是不可以带走的 对 里头有放其他的东西吗 它有手指饼干 对 这边有饼干对不对 各位朋友喜欢抹茶 这抹茶粉超浓的 好吃 然后搭配上这个 Tiramisu的这种巧克力 然后有点咖啡香的味道 是 觉得真的很搭 OK 那我们再来吃纯正的Tiramisu 那这个的话就是土地 土地 它是有分季节吗 没有 这个都一直都会供应 加上上面的格格粉 更浓郁的巧克力味 好吃耶 就像这个的话一般可以订吗 当个生育蛋糕吗 其实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对不对 因为它其实这个制作 是蛮麻烦的 都是我们自己这样子 一个一个去灌 对 那这个容器它也没办法外带 原来如此 其实我们问这个 就是很多观众朋友一定心想说 我是不是可以外带这个容器呢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 其实大家如果想要享用这样子 很有创意 很有想法的Tiramisu的话 不妨可以来这边走一趟 HERS 我想它是带给女性 一个属于自己 这个不一样心情的一个空间 它是一个英式的餐酒馆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可以让你来到这边 天南地北 天马行空的 享受一个美丽的午后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张行 那希望大家有机会 来享受一下 HERS HERS